女人千万不要做这五种让男人反感的行为 男人都有一道墙 女人一旦愉悦了 你就踩到他们的雷区了 一旦你做了那些男人极为反感的事情 你不仅形象全无 更有可能错失一段美好的恋情 所以女人不要做这些令男人反感的行为 否则可能会让爱情离你越来越远 一 太小气 小气巴基 斤斤计较 老是害怕自己吃亏 男人有一点点小气 就老是被女人骂 但是这并不代表女人小气就可以发扬光大 男人是人 女人也是人 大家都是社会人 出来混的 怎么说也得有点混样吧 老是想索取而不想付出 付出一点点就怕亏大了 这怎么行 二 浓妆艳抹 化妆能够改变一个人的外貌 提升一个人的气质 但这绝不是在说夸张大手笔的浓妆艳抹 黑的糊涂的眼影 红的低血的唇色 你只是去约会 不是去开演唱会 这种农妆艳抹不淡 不合场合 而且大马路上像个异类一样 三 拉里拉他 在很多男人的心目中 女人的形象都是美丽 漂亮 干干净净的 虽然不是每个女人都这么好远 拥有着高颜子 但是最起码一定要做到保持干干净净 是个男人都不会喜欢拉里拉他的女人 四 生活不检点 可以绝对的说 每个男人都不喜欢这样的女人 在生活中不检点 经常和其他异性眉来眼去的女人 一般都不会得到好归属 所以女人一定要自尊和自爱 五 谈论别人隐私 正面不敢说 背后却把别人祖宗十八代都八卦了 从古至今很多女人都有这种嗜好 就算数字再高的 也常常不知不觉的陷入这种嗜好当中 或许这就是女人传统 一时半回改不了 但改不了是女人的事情 在男人看来这种行为实在很厌恶 甚至可恶 谢谢大家